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今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手表手机来获取准确的时间 并且用它来安排我们每天的日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手机甚至连手表都没有的古人是如何知道时间的呢 其实时间是可以算出来的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变化周期高度一致的物体才行 对了你能够想到什么呢 古人很早就发现每一天太阳的运动都非常的有规律 那么为什么不用太阳来帮我们计时呢 这个先进的发明就叫做日轨 计时到了今天你在很多地方依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日轨是利用太阳照出来的影子工作的 由于地球自转的缘故 我们不光是有白天和黑夜 即使在白天里面呢太阳在我们头顶上面的位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呢就体现在日轨鬼针阴影角度的变化里面了 通过鬼针的阴影我们就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你说古人是不是非常的智慧呢 最后为了让日轨能够准确的工作 有两点是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日轨必须要正对着正北方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日轨的这根鬼针的角度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鬼针和地面呢是有一个夹角的 这个夹角呢必须要和当地的纬度是一致的 也就是这个角度 所以你看学好地理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 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制作时间了 那就赶紧跟着火箭叔叔来制作一个非常酷的日轨吧 制作日轨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打印好的卡纸 一张黑色的卡纸 一把剪刀 一个划痕笔 一把尺子 还需要一些钉子 双面胶 黏土 和打孔机 现在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需要的零件给它剪下来 好现在我们把零件剪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两个圆盘 它们呢分别是我们日轨的底座 和我们日轨的鬼盘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得到这三个零件 这三个零件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斜角呢都是一致的 这样一个斜角呢 其实就跟我们所在位置的纬度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是在南京 所以说现在它的这样一个斜角呢 就正好是32度 那我们就要根据 我们所在的不同的地方的纬度 来调整这样的一个角度了 好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是需要沿着这个斜线呢 给它折起来 我们为了更好的把它折起来呢 我们用到了划痕笔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的折痕呢 做得更漂亮 这样一支划痕笔呢 可以在网上买到 另外呢也可以用用完的圆珠笔来代替它 好划好之后呢 我们再折一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 分别有两个箭头 它是告诉我们要朝左右两边这样来掰开 为的就是能够让它更稳的站在 我们的这个底座上面 这边折一下 然后这个区域呢 我们需要把它剪掉的 好就像这样一样 这里呢我们也稍微掰一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把它粘在这个底座上面 底座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这样三条 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个大一点的 这样一个支架呢 粘在中间 好把我们这条棱呢 棱边呢一定要对准这条直线 好它粘在中间 我们用双面胶 好把它粘上去 粘的时候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尖尖 我们这个尖尖呢 一定要对着这样一个方向 好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粘另外两个 这样一个零件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呢是一个 L型的拐弯的这样一个灰色的线条 为的就是把这个能边呢 也是对准这个线条 粘上去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底座还有支撑架呢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把我们的这样一个轨盘给粘上去 轨盘粘上去之前呢 我们先用一根钉子在我们这个中间呢 穿个孔 好这样穿个孔 穿个孔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粘上去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三条线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三个能边呢 稳稳的粘在它上面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呢 是我们把双面胶粘在这三个能边上面 然后再把它们粘上去 好 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粘上去 先把它对好 然后最后再用力把它按紧就好了 再按一按 好现在我们的日轨就已经做好了 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我们现在还插一根鬼针对不对 把这样一根 我们的牙签插在这就可以了 那为了让牙签呢 更好的粘在这上面啊 大家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粘土呢 在它的背后啊 这样这个地方 沾一点点粘土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还插什么呢 我们还插一个中盘 现在呢 用这个中盘来制作 我们先把我们的中盘给剪下来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中盘了 那这个中盘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这边到这边有顺着的从6到18 这就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日轨呢 来读出 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之间的任何一个时间了 那这呢 这个区域是什么时候 这个区域其实就是黑夜了 那关于这个黑夜的制作呢 我们可以用彩笔把它涂黑 也可以用这样一个黑色的卡纸来制作 好 制作好之后的 我们的鬼盘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 把这个鬼盘 双个孔 套到我们的鬼针里面 然后我们的日轨呢 就这样制作完成了